香港的機會是和國家和世界連在一起 去年這麼多年輕人這樣鬧 我覺得一部分我是很同情的 你怎麼都買不起一間屋子 還有你找工作人工這麼低 怎麼生活 所以我覺得年輕人很生氣 我有一個nephew 我親哥哥的兒子都有參加石雲 參加暴動都被人拉住 其實他的理想是很簡單的 但是他做不到 所以這一部分我會同情他們 我覺得他們是很 沒有我當時來香港的機會 但是我覺得就算你很生氣 好像這個出戲的方向就不是這麼對 就不是這麼對 我覺得社會是平靜著 是安全著 這個我們應該是歡迎的 因為我們不是應該生活在一個社會 特別是香港如果你出街 好像去年夏天或者去年10月11月 出街都不敢出戲了 你說我都算一來香港就不斷講廣東話 到現在我的廣東話都行行彈彈都要扣英的 去年10月份我走出街 其實我不敢講中文的 如果有人問我一定講英文的 因為我講中文他被人打的 他被人罵的 我覺得就因為我的廣東話不是100%你就打我 我覺得這個都很悲慘 還有這個廣東話都有很多不同的種類 好像有些阿公阿婆 他住在香港幾十年 香港本地人 他們講的廣東話都沒有人失聽的 因為他們一種很老頭的 跟現在的年輕人的好英 那些好chalk的東西都不同的 所以其實你怎麼可能100% catch up 我覺得去年這個就真是不可 at least it's not sustainable 就像一個大家庭 兄弟子媒 個個的發展 個個的前途 個個的進步不同 一部分呢 是一些維旋 基因和這個家族有關 另外一部分呢 是自己的老敵 OK 多複雜 那麼 一些 這些難免的子女和家長 和很多Generation Gap 有些爭吼 有些不同的觀點 這個家都難難免免有這些 香港應該將自己 帶作一個大家族裏面的成員 我們之前一直都很unique 有很多特別的歷史 還有香港人值得很多招勞的地方 但是過往隨著中國大陸的經濟起飛 都有很多城市 越來越做得好 都有很多東西需要我們學製的東西 所以我們又不可以故步自封 就覺得我們香港很unique 其他永遠都搞不上 我覺得這個就有點自大 但有沒有必要太自卑 香港應該是可以跟任何人通商的 包括敵人 我們香港都應該是trading trading trading 和個個都做生意 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作用 會沒